两个王子正在用射剑争夺王位 小儿子一剑一个人头剑无须罚 大儿子却搭工许久未射一剑 让一旁观战的郑武功十分不满 你知道自己武力之不高的悟生 很清楚不能用自己的短处去比弟弟的长处 口口声声自己身为哥哥就应该让着弟弟 一番大度的言论果然赢得了郑武功的肯定 决定将王位托付给这个大儿子 也造就了春秋一代小霸王郑庄公 我决心已定礼物身为世子 段就把贡城赐给他 自此郑庄公正是成为了郑国的王 可这却让输掉的弟弟十分不甘 本来他没什么能力 奈何有一个偏心的母亲 从小就喜欢小儿子的武将 一直想让小儿子继承王位 没想到最后却是郑庄公上位 他喜欢的公子段只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贡城 不满意的武将当即找到郑庄公 要为公子段换个大点的地方 你不能把志义这地方也封给段吗 志义 志义作为郑国的战略要敌 自开国以来就定下了不许分分的组织 郑庄公只能拒绝 口口声声除了志义哪里都行 没想到武将真敢开口 当场就要郑国第二大的京城 显然刚才的志义只是试探 京城才是武将的目标 郑庄公还想拒绝 武将却只给了他两个选项 要么交出京城 要么将公子段逐出国门 让天下都知道郑庄公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那就把段赶出国门让他自谋生路去吧 孩儿答应不是 郑庄公万万没想到替公子段要到京城的武将还不满足 又盯上他麾下的兵马 以京城无兵为由一开口就想要走四百家世 上将一名相当于都城一半的人马 一旦掉走 若是有敌人攻城 郑国连防守兵力都没有 郑庄公想要拒绝可武将根本没给他拒绝的机会 那我就搬出宫去 就当你没我这个母亲 母亲 母亲 母神答应了 先要诚实在要地 郑庄公本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挡化母亲和弟弟 只要他们能本本分分 自己便能忍责人 他却没想到曾经手足情深的亲弟弟为了一个王位 居然派杀手要杀了他 幸好郑庄公早有防范 杀手刚一动手就被一只手在身边的侍卫拿下 这一幕终于让郑庄公决定不能再忍了 我行不易 你自闭 为了不打草惊蛇 郑庄公还是按照约定给了公子段兵马 领兵的将领却换成了自己的心服 将公子段的兵马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齐先动手 作为国君要是先动手杀了弟弟 无论什么理由都会传出残暴的名声 那样不利于他以后称霸天下 郑庄公知道母亲一直在替弟弟探听自己的行踪 他故意选了一个母亲能听到的位置 暴露了自己之后的心肠 此时的郑庄公还是给了弟弟最后一个机会 只要没有起兵造反 他就不会动手 然而郑庄公还是低估了王位的诱惑 听说郑庄公居然有一周的时间不在家 公子段连夜整顿军马一路冲到新郑的门口 他和武将约好一切顺利就会插白旗为好 可到了地方却发现上面没有一杆白旗 还没等他想明白就听说自己的老家被偷了 知道被骗的公子段连忙带人回园 本以为自己手上有兵马不用怕 没想到当天夜里作为郑庄公心腹的银考书便带着大半人马离开 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 公子段终于知道从始至终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在郑庄公的眼皮子底下 本来能当个逍遥王爷的他最后却落个这样的下场 公子段知道都是自己选的没有再继续反抗 亲自来到郑庄公面前谢罪 亲眼看见弟弟死在自己面前 郑庄公心痛无比 从始至终他都没想过要弟弟死 即使拥兵自重派出杀手 郑庄公知道那都是受到了母亲的骨骼 最后一刻才做回了自己 那个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弟弟 他只能亲自为弟弟收起尸首 郑庄公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母亲要如此怨恨自己 得到消息的伍江还在埋怨郑庄公夺走了他的公子段 终于彻底让他绝望 直接下令将人送回影帝不许出影帝办 可从小孝顺的郑庄公又怎么真的忍心永远不见母亲 那已经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 只是实在无法理解 母亲到底为何如此怨恨自己 直到银考书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当年伍江生他时发生意外 郑长婴儿都是先出头 郑庄公却是脚先出来搞得武将死去活来 才导致后来偏爱公子段厌恶勿生 母亲爱儿子 郑庄公终于知道自己错了 要是早知道这样肯定不会那样对母亲 可话已经说出口 作为国君就不能言而无信 尹考书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他在黄土山下挖了一道权取名黄泉 郑和了郑庄公曾说的黄泉相见 让这对母子重归于好 有人说郑庄公是为了争霸天下才不得不这么做 在那信奉周理的时代 不孝的名声可以截断所有想法 然而 从小就不被母亲宠爱的儿子 更多的或许只是一种发泄吧